台湾目前遭遇了56年来最严重的缺水危机 不过国台办在昨天却说 台湾之所以缺水是因为军购 有中国媒体的记者在国台办记者会上就表示 台湾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军购 而忽略了基础水利设施造成缺水 询问国台办发言人的看法 而发言人马小光强调 这样的评论非常正确 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振驳斥 缺水跟军购是两码子的事情 这是对岸在进行认知作战 国防部不予评论 台湾正在遭遇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问题 有学者指出民进党当局将大量的资金资源投入军购 削弱了经济建设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媒体提问国台办 台湾会缺水是因为砸钱买军购 而忽略基础水利设施 对此国台办这么回应 我觉得你的评论就非常正确 是与非对与错 我想让台湾同胞去初步感受吧 国台办大力赞成这样的观点 听在台湾人耳里当然不认同 不扯 就都在乱讲话 他们反正要做老大就是了 军购又不是才这个时候 一直以来都一直有买吗 这跟钱没有关系吧 这就是天气啊 民众认为缺水危机跟天气更有关 国防部长邱国振也指出 缺水跟军购就是两码子事 这两码子车啊 我想这个不应该把混在一道 我想这个可能当中 也是一个认识作战的一环 我们不予评论 对于国台办的说法不予评论 全台碰上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危机 对岸隔岸关火还硬扯 军购买太多台湾人难以认同 今天春午长三台北报道 台湾的水情相当的严峻 台中市4月初开始实施了 攻五停二民生限水 但是呢有民众就投诉了 他住在甲区周二周三停水 但是一直到周四中午水都还没有来 他家里头的水塔撑到星期三的晚上 就已经没有水 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忍不住自嘲啊 他现在根本就是被迫先实施攻四停三 而以台湾目前的水情艰困程度来看 是否到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变成攻四停三呢 经济部表示没有讨论到其他的方案 到7月份都还会是攻五停二 说好了攻五停二 那礼拜三的2400就该有水来 偏偏北屯区这33户人家 吃吃等啊等 比别人多等了14个小时 等到的水滴滴答答 然后就没了 诸户说他们周一晚上八点就没水 水塔勉强撑到周三晚上 然后就无水可用 晚盘堆一堆没洗 更不要说洗澡跟上厕所 冲马桶 然后继续等到周四中午 水姗姗来迟还断断续续 在第二次的时候 没改善反而这次停的更 更玩供水 攻五停二 节水措施分甲一两区 甲区周二周三停水 以区停周四周五 这33户属于甲区 却从周一晚上停到周四下午 忍不住笑说自己先实施了 攻四停三 应该是里面还有空气阻塞到 除了排气以外呢 我们还从另外供水回路里面呢 再淋水过来 因为这区属于管线末端 水公司已经派人处理 网络还有人PO出照片 缺水 没热水洗澡 DIY把热水瓶挂在浴室 接上联盆头 就能洗热水澡了 网友笑说记得调好水温 不然会烫伤 水情如此艰困 有没有可能变成公四停三 经济部表示到七月 没有讨论其他方案 剧本都是公五停二 记者陈一王东山 台中报道 全台湾闹水荒 其中嘉义气象战 在今年累计的降雨量统计 居然只有13.5毫米 而且呢 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 只出现过毛毛雨 降雨量甚至不到0.1毫米 春雨量至少呢 可以说是历年来罕见 水情告急 也让仁义潭的水库见底 大片黄土露出 土地干涸 民众现在只希望 老天爷帮帮帮 赶快天降干零 来缓解缺水危机 T的定义是小于0.1 这间气象观测员都惊呼 今年四月的累计降雨量 居然不到0.1毫米 三年一到三月 我们嘉义站的累计雨量来看 今年是最少的 那四月份到今天为止 我们累计雨量是小于0.1 全台水情高级 隔地闹水荒 而回顾这三年以来 台湾面临的缺水危机 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有端倪 根据中央气象局嘉义气象站 统计2019年12月的降雨量 分别只有5与8毫米 因为雨水不足 导致春天开花的龙眼荔枝 芒果等水果都严重减产 所幸春雷炸香之后 三月份降雨量高达107.5毫米 事实疏解汗象 让许多作物逃过一劫 而2020年降雨量算是比较平均的 一到三月份合计有82毫米 在春雨滋润之下 万物惺惺向荣是个丰收年 不过今年一到三月的降雨量 总共合计却只有13.5毫米 明显偏少 而四月份更是只有毛毛雨 测量器连0.1毫米都测不到 然而目前的天候状况 并不利降雨 四月份累积的降雨量 可能会出现挂零的难堪记录 以前四月份整个月的累积雨量 是都大于0.1 算是不常见的一个情形 趁着缺水 自来水公司为了增加蓄水量 从三月开始就着手 清理仁义潭水库的淤泥 预计五月份清淤结束 只希望老天能赶紧下雨 缓解汗象 记者蔡崇武嘉义报道 石门水库水位大将 也让艺人直呼有家难回 全台湾的水情拉警报 石门水库的汛水量 剩下不到三成 湖中央的仙岛居民 对外联络的水路交通 也受到了影响 老家就在仙岛的艺人小薰就说了 现在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 自己有家难回 还得靠爸爸帮忙开怪手挖路 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家 全台水情拉警报 石门水库水位直直落 岸边的小船都快搁浅 码头边也是满地泥泞 民众想要搭船回家 还得先走过一段泥巴路 老家在石门水库仙岛上的女艺人 小薰黄静怡 也在社群平台上表示 实在是有家难回 自己的爸爸还帮忙用怪手开道 勉强从平地挖出一条 可以走下去船只停靠的地方 你看水位只要一滴就停船舶的 你看都没地方去拿 现在刚挖的 这我们自己去挖的 位于石门水库中央的仙岛 总共有48位居民涉及 不过因为交通不便 岛上约只有三位固定居民 常回来探望的也只有七到八人 如今石门水库蓄水率剩不到三成 居民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水位低的时候 对我们仙岛居民来讲 回家是一件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 因为很多不可预知 有关于安全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 居民新床安全备受威胁 只期盼天公作美 早日降雨为水清解渴 也让仙岛上的居民 能重获回家的安全路 记者林柱强桃源报道